当地时间8月23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约翰内斯堡 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 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 习近平指出 中国是埃塞俄比亚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 近年来两国保持频繁高层交往沟通 在共建一带一路 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合作富有成果 中国正在以高质量发展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这将为中埃塞合作带来新机遇 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同埃塞的关系 支持埃塞国内和平进程和发展振兴 愿同埃塞方密切双边交往 扩大全面合作 让两国友好更加深入人心 推动中埃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得到进一步发展 习近平强调 双方要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 密切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埃塞俄比亚 2021-203010年发展规划 加快推进亚籍铁路 绿色发展等合作项目 中方鼓励更多中国企业赴埃塞投资新业 欢迎埃塞方用好非洲农产品输华绿色通道 扩大两国经贸合作 中方愿同埃塞方一道 推进落实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 为地区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阿比表示 埃塞和中国的友谊十分深厚 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 衷心感谢中方长期以来 给予埃塞大量宝贵支持 得益于中国的帮助和合作 埃塞近年来发生了很大发展变化 埃塞同中国拥有相似经历 在很多重大问题上立场相同 埃塞高度珍视同中国的友谊 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愿学习借鉴中国治国理政经验 更好实现自身国家发展 埃塞愿同中国深化农业 矿业等领域合作 希望加入金砖 密切在多边机制合作 开辟两国更加美好的 共同未来